在那會就開始嚇瘦瘦的李昂 已經嚇死十幾年了 已經在到五三年中 有個共享新的瘦瘦 每年中就要出版 主席文化世界的李昂 每天出版一本書就引起了一個政案 在那會發表頭一個作品 花季進行文端 31回以沙夫界瘦瘦瘦 在到的學部中品瘦瘦瘦頭上 下四十多年瘦瘦 李昂說創作件 因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 到我這種年齡的時候 絕非要惹是生非 或者是引起什麼事情 可是我想我寫了四十幾年的小說 大家都知道我把創作 當成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次一本書都會引起邊緣 跟本學界的討論 在那的消息主題一直在流行醫生 性和管理性和整體上 看起來是他流行技術地下 但不是只有停留在流行的朋友上 我是長在那種高度戒嚴的時代 所以去衝撞那個體制 跟去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跟平等 人權的問題對我來講很重要 用一個新的方式來表達一個 過去在那些什麼大和小說或者長篇巨著裡面 表達出來的這些大的議題 那我希望能夠還是有一個位置在文學史上 恐怕是我現在關心的問題 最近兩三年李昂 接著一本城小說跟北港鄉路 冷冷茶探討 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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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越生越生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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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這本城小說跟北港鄉路 北港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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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鄉路